总而言之佛能够满一切众生的愿望 这一点是很了不起 真正令人佩服 于是就有无量无边的法门 这个意思就好像我们一个学校 学校里面开了许许多多的科系 为了适合不同的学生 不同的愿望 任他选择 认同学生们选择 这样的修学就能够得到快乐 所以修学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 我们中国古人讲 度数落在学习当中有快乐 不像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做学生感觉的学习很苦 甚至于所学的 与自己的兴趣爱好不相同 好像被逼迫在学习 这个只是不甘心不情愿的 这个学习就痛苦了 那么这也是制度上的问题 就是现在考学校是按照分速来给你风发阔系 而不是依照你的愿望 我们佛法不按分速 是按愿望的 你喜欢学什么法门 佛就跟你说什么法门 这个是我们看出佛的无量智慧 因此我们想到佛所说的一切法门 并不是叫我们统统要学习的 正如同我们这个学校一样 学校所开的这些科系 不是叫一个学生全部都要把它学完的 不是这个意思 是让你在里面去选择